我想先请教来参加这个议题的各位听众们 那个走进便利商店会少QR Code的 不会少QR Code的 举手 都会少嘛对不对 非常好 那你们就落入我的陷阱了 那你们今天就特别来听 这一场就特别有意义 我们都知道就是 大概五月多的时候有1922 那在同时间也有一些商店 它有自己的十连制的机制 那其实当时就有一堆人 就在思考之说 那每一个厂商他提供的这些机制 你缴交的这些资料 到底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 终于我们有这位讲者 帮我们整理过所有的细节了 那今天从今天这个议题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 实名制的这些收集记录 我们背后的有哪些治安问题 或者是有哪些风险 那我们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 十连制的一个议题 好 好 谢谢 大爱人帮我们介绍 好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 跟十连制有关的议题 那主题就是 很标题党的这个主题 然后其实我也很想去隔壁听马胜豪的演讲 或者是去听所有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今天会先去介绍 有关实联制的技术部分 跟法律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第一个部分 会由我来介绍 就是有关实联制系统 就是比较常见的民间系统 跟官方系统 可能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其实它背后的系统并不透明 所以要透过 我们自己去摸索 去看它实际上是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 在实验制的资料应用上面 还有个人保护法上面的议题 那这方面我想是很多科技人 比较不了解的部分 那我们也会今天用一个比较 大家可以比较容易了解的部分 去结合前面讲的技术方面的议题 然后去解释这整件事情 好 然后我们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呢是Vic 那我目前是UCCU Hacker的成员 那我目前是资安从业人员 然后有在一些研讨会发表过 一些分享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是我的同伴 就是Joy 那他目前是东吴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那他目前也是职业律师 那他会帮我们来分享 就是有关法律的部分 那我们很快进入实验制的系统 那在进入实验制的系统之前呢 诚如大家人所说的 我们在今年5月的时候 其实爆发了一波疫情 那在5月12号的时候 全国已经进入二级警戒 然后这时候大概确诊人数 可能就是十几个这样子 然后到隔了几天 到15号的时候 甚至到16号的时候 开始全台 开始进入三级警戒 然后并且停班停课 所以应该 停课啦 所以应该有很多父母 觉得很麻烦这样子 然后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政府在当时会要求说 如果我们实体的进入某些场域 例如说餐厅或者是卖场等等 我们必须要有实验制去留下我们的联络记录 那当他们可以查核到有同样的感染者 在同样的时间进入那个场馆的时候呢 他可以通知你说你曾经在某个时间跟某个感染者 在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那这边先解释一下就是实联制跟实名制的差别 那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就有实名制这个东西 就是他会在一些公务机关或者是一些场馆 会实施说你进来我们这个场馆的时候 就需要去登记你的名字 还有手机号码等等 那这边是需要填写真实的姓名跟联络方式的 然后这时候呢 在2020年的5月的时候 就去年的5月的时候 有一个防疫新生活的活动 那他有个实联制的指引 他们希望把实名制这个东西换成实联制 那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尽可能的减少留下你的个人资料 所以只要填写可以联络的方式就可以了 那也所以你可以留下一个某一个名字 甚至你只要留下你的手机号码 这样就够了 只要可以联络你就够了 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 在今年5月2021年的5月的时候 疫情升温 这时候5月16号的时候 政府就要求说 当你进入所有的这个实体的店面的时候 你就需要有实联制 那这时候 因为大部分的餐厅 在当时都没有一些实联制的solution 那当然1922这边 就是机关署这边也没有提供对应的 给大家使用的一个实联制 所以呢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百花盛开 各种各样的包括官方 政府 县市政府的 既有的这些实验制 或者是民间公司利用它自己的系统 或者是利用陨石开发树 开发出来的这些系统 或者是有些就是用纸本 或者是用Google表单 甚至有一些开发者 他有一些开源的 放在GitHub上面 让这些人自己去deploy的一个实验制的系统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 常见的实验制设计 那最常见的就是这两个 就第一个就是纸本嘛 那你就是拿着笔在那边写 那这种设计会有什么风险呢 首先那一支笔是最危险的 因为当你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摸那一支笔 所以那一支笔是最危险的 第二个 因为你在实体 你在纸本的情况下留下那个记录 但是呢 一般的店家 他并不会知道 该怎么保存这个 跟个人资料有关的这个纸本 他有可能放着 或者是丢垃圾桶 或者是他也没有销毁等等 加上 其实实验制指引有要求说 你必须在28天之后 把这个资料删除 但其实你也不知道 他在28天之后 他会把这叠纸拿去干嘛 那甚至有的店家 可能会把这叠纸拿去 卖给一些各自的厂商 这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Google表单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等于说他在Google上面创造一个表单 然后请你把它这个记录填下去 那这个 这种情况跟我们刚刚讲的纸本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在后续怎么处理这个档案 就是这个包含你各自的档案 他有可能没有删除 或者是有可能把这包档案往外放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重点 当时出现非常多实验制系统 自动化系统 那有些可能是web形式的表单 有的可能会结合你的手机的通讯软体 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民间公司的设计就是这样子 一个顾客去扫店门口的那个QR Code 然后这时候会跳出一个表单 那这时候这个表单呢会要求你填一些资料 并且上面有一些收集你个人目的 个人资料的某些目的 然后要求你同意这样子 那这时候当你送出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表单是HTTP 好一点就是HTPS嘛 但现在其实HTPS应该是基本人权的嘛 然后他送到这个系统 这个伺服系之后呢 那这个民间公司他也没有想要 想说 政府在跟我调资料的时候 我也不想要理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把这个权限开给那个shop owner 就是那个商店主人 所以这个商店主人在政府进行资料调取的时候 他必须要自己去缴出这些资料 那在这个设计的情况下会有什么风险呢 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 这个民间公司的食言制系统 他可能本身会有问题 就是会有资产上的风险 第二个 一样因为这个商店的拥有者可以接触到这个后台 所以他可以看到这些资料 那这些资料也是明文存放 所以你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用笔抄下来 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等一下有一个案例是会由这个Joy介绍的 跟食言制一些资料的误用 abusing有关的case 然后 然后第二个 这是另外一种食言制的设计 就是 现在有一些 例如说健身房 他可能既有的会有一些pre-aust的机式 例如说 会员卡 或者是他要求你拿出你的身份证 然后去扫身份证上面那个barcode 然后再把这个资料往他们的伺服器上面丢 那你如果是扫身份证的话 其实那barcode里面是身份证字号 那这时候 你就会发现跟政府要求的食言制 好像有点差别 对就是 他要求你食言制留下联络方式 但是实际上你绞出去的是你的身份证字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资讯 所以这时候 除了这个 这个民间公司 他本身的这个系统会有风险之外 另外同样的这个商店主人 他也看得到这些资料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开源的形式 那开源的形式通常都是因为科技人 他们自己写call 所以他们会比较注重在这个资料上的加密 所以常见的方式呢 就是他可能会用RSA生成一个公钥跟私钥 然后把这个公钥 deploy在这个web这边 当你送出的时候 他会用公钥把你的资料进行加密 然后在民间公司这边 这个system会有这个私钥 等到政府前来调资料的时候 他会用私钥把这个资料解开 再把这一包交给政府 然后这时候呢 因为他在伺服器上面的资料 是经过公钥加密的 所以基本上shop owner 不会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实验制的资料 所以比起我们刚刚前面提的这些设计 就是可以透过CMS或是其他方式 去浏览到这个实验制资料部分 他就少了一个可以接触的风险 然后另外呢 因为如果是开源的设计的话 你是自己deploy的 那这时候你可以比较 可以去注意就是你在28天后 是否有把这些资料去进行删除 然后接下来就是县市政府的案例 那县市政府案例其实跟前面 那个健身房场馆的比较类似 就是它一样一个pre-aust的机制 就是如果大家有用过台北通的话 它注册的时候会先要求你认证 你是谁这样子 那基本上它的做法也是一样 就是由这个 假如说我是使用者 那我在这个县市政府的实验制 或者是其他系统上面 先确认我的身份之后 我会有一个QR Code 然后我再把这个QR Code提供给店家 让店家去扫 然后这时候店家扫描的 其实它扫到的 也许就只是一个一串数字 就是代表你在这个 例如说台北通好了 这个系统里面代表的一串数字 然后送到server那边去 但是也有看到有一些QR Code的 有一些系统 它会在店家扫描QR Code的时候 把你的个人资料 顺便打在那个荧幕上面 因为为了要确保说你在多人 就例如说有三个人同意进来 然后你要确保说 你每一个好像都有扫到 因为其实它如果没有显示的话 店家可能搞不清楚 他到底有没有扫到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1922的部分 那1922的部分呢 就是由店家先去跟 1922这边的系统去申请说 我有一个店家代号 有一个场域代号 那这场域代号可能代表某一个场域 例如说你们今天在走进HitCon会场之前 那边有一个1922的那个试炼制的登记 然后这时候呢 使用者会从他的手机 然后扫描这个QR Code之后 这QR Code的本质是一个URL Scheme 那这URL Scheme会帮你打开你的手机里面的传送简讯的这个功能 就是SMS2 那SMS2之后它里面的内容其实是包含这个场所的代码 那有的场所甚至也会包含它的名称 那包含场所名称这件事情 跟它当初设计的本意可能有些违背 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呢 是因为它当初设计场馆代码的意思可能是要 避免让看到这个简讯的人一眼就了解你去哪里 但是所以它才用代码的方式 只是把这个号码写在上面 然后由交由后端 就是他们调取资料之后去判断 但如果把名称写在上面的话 其实如果背旁边人看到一眼 它就可以知道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去某一个地方 那其实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先前有一个新闻是 女朋友觉得男朋友外遇了 或是行动很奇怪 所以她去开了男朋友的手机 然后去看了十连制 她在对1922送出的这个简讯 然后里面就有一些场所代码 然后就抓到她可能去 例如说Motel之类的 那这个简讯会送到哪里去呢 其实它是送到各大电信公司 那各大电信公司就是你手机上注册的电信公司 那其实像昨天就有分享给我一篇文章 就是有人在怀疑官帽有在存大家的个人资料 但我没有办法肯定 百分之来不是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必要去存大家的个人资料 是因为大家在申请手机号码的时候 其实你就有双认证去申请一个账号 所以基本上那些电信商根本不需要 透过这个方式去取得你的个人资料 因为你在看 它就是从你的号码 它就可以知道你是谁了 对这跟外国的情况比较不一样 因为外国可能取得的号码方式比较简单 但台湾不是这样 对然后呢 这个系统可能会有什么问题的 一样是在收资料那一段 因为当收资料那一段假设说 192它在跟 它假设它后面有个系统 然后每天会去跟这些电信商去做Sync的话 它有可能在Sync的过程 如果它是实体移动之类的 我不能确定它们是怎么做Sync的 但如果是实体 把资料传输过去的话 可能会有风险 好 那这上面就是大概几种 因为是自己摸索 因为它其实是不透明的系统 你只能靠大概去摸 可以知道它有什么问题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实验制上面 的确实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大家可以在HeatCon Zero Day上面 看到几篇报道 那这边大概有五篇 那还有一些是没有公开的这样子 好 那是我做梦到的 那还有什么风险呢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一个呢 就是其中一个实验制的问题 那它其实它叫实名制管理系统 那它给这个店家使用方式 就是它会让店家去创造一个清单 但这个清单会有 这个问卷会有一个ID 然后就是IDOR 超简单的吧 就是你可以透过修改那个ID 去进入别人创造的问卷 然后去看那个问卷的结果 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谁曾经去过这个店家 基本上就是那个 它问卷号码是1 然后你加1变成2 你就可以看到下一家店家的 所以这是超级 就是没有什么技术性的攻击 那非常多 用陨石开发的这些系统 就会有这种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是室友上新闻的 就是有一家叫实联 防疫实联冲冲冲 那他们也结合通讯软体 去做实联制 然后这时候它有被在 Heat on Zero Day上面 被回报大量各自外泄 就是不当存取各自的问题 然后后来刑事局也有介入 那这边我有梦到一件事情 就是当这个回报者 跟这个公司回报说 你们的系统有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公司花了两天 然后修复 他认为他修复了之后 跟这个回报者说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系统 移到Azure上面了 所以应该是安全了吧 那这时候其实他的API 根本就没有动 所以基本上 那个漏洞还是存在的 那另外有一些没有公开的部分 那我们就不去讲它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从前面的例子 可以看到 就是实联制系统 如果你开发是用陨石开发的话 然后这时候又大部分的人 为了方便去使用的时候 对公司者来讲 他有多开心 他基本上就是 用非常简单的漏洞打进去 然后就可以直接取得 大量的个人资料 而且是最新的 因为你一定是当下去扫 那有可能你留的是假资料 但是大部分人 可能留的都是真的资料 那这边举例可以有关 就是国外的实联制资料 就是大家国外是怎么做 大家可以去wiki上面看 有一个wiki叫COVID-19 Apps 那这个wiki呢 是把所有全球的 这个有跟COVID-19有关的Apps 去表列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中一个案例 就是有关英国的案例 就是他们是怎么做实联制的 那其实英国并没有强制你 要再进入每一个场所的时候 都去扫实验室 他们只有说 你必须要进入某些特定 重要的场所的时候 例如说可能是餐酒馆 这种人比较多 然后大家可能会脱口罩 之类的这个场所 你才要扫 那基本上他的设计就是 你在注册这个NHS 就是他们的系统的时候 这个NHS并没有 不会问你是谁 他只会问你说 你是住在哪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可能很大 所以你就只要提醒说 我是住在哪一个区 然后这时候他们 如果是扫实验制的话 用QR code扫实验制的话 他们方式一样是由 这个店家的拥有者 去跟政府申请一个QR code 但你扫进去之后 里面是decentralized的JWT 那它形式解出来 也不过就是你去了哪里 然后跟你在扫这个QR code的时候 你的这个NHS就是client端的这个ID是谁 那基本上你没有办法从这边看到任何讯息 因为对正常人来讲 他看起来这个是乱吗 然后对我们来讲 这个看起来也不过就是一个有签章的JWT 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拿到任何资讯 好 那看过外国之后 有一些新闻 那时候有些新闻很多人说 扫QR都会很危险啊什么的 那扫QR code为什么很危险呢 是因为其实像这边有一个例子是 如果店家的QR code遭到置换的时候 那其实在澳洲就有这个案例 就是有一些反政府的人 会故意去把店家门口的QR code换成 他自己的QR code 我看到有人翻白眼 然后这个QR code会告诉 扫出来之后 这个网页打开会告诉这些人说 你不要去打疫苗 这个疫苗是假的之类的 那另外除了QR code扫出来的webform 就是webform或webpage的风险之外 那也有发生案例 就是有人因此下载了2亿的APK 然后去安装 那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 他下载完还要安装啦 然后另外就是新闻上也有说 他说他送简讯到高额付费的号码 导致他的账单变得非常贵 这样子 但其实像中豪电信来讲 他其实你送简讯到国内的号码 跟国外的号码 其实他只有差 我记得差一块吧 一封 好像差一块而已 所以除非你是送几百封 不然你根本就账单其实不会差很多 对 然后最后一个是 假设今天你少了一个QR code 但其实那个 那一个 例如说是1922实验词 但是他上面的电话 其实不是1922的话 除非你被钓鱼了 就是你送了简讯过去 然后他这个供应者就会知道说 你这支电话号码是有在用的 然后他去想办法去钓 打电话去钓鱼你 这样子 但钓鱼你的话 其实你如果要付出高额的电话 你还是要回拨给对方的 那一些高资费的电话 举例来说0204之类的 那如果在场有听过0204的 应该都有一定年纪的 就是年轻的应该比较没有听过 所以商家要需要注意什么 就是你要注意 你的门口那个QR code 是不是有被置换过 然后另外 当我们本身民众在扫描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一下说 这个扫描上去传入数据的实验词 是不是有这个号码是1922 好那简单总结一下 这个实验词大部分可以分成两类 那由店家申请之后出示QR code 然后这个资讯可能是由这个使用者输入 或者是可能是Priorce 那或者是底下这个案例 就是使用者透过Priorce 产生QR code由商家去扫描 然后从我们刚刚的例子可以看到说 其实服务本身的资安强度 是一个顾虑 就是不管是民间的 甚至是官方的 可能也有一些资安顾虑 然后另外当因为这些店家 有机会可以存取到 这些各资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保存 这些机敏的资料 所以这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风险 然后还有一些像QR code 扫完出现白冰冰洗温泉 或是统神端火锅 这种比较奇怪的案例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过气了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使用1922提供的服务 因为上面的这些技术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会想请Joy来介绍说 当这个实验制的系统应用 然后在个人资料保护法 就是台湾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上面的议题 那给Joy一点掌声好不好 哈喽 很开心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见面 那我是Joy 我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关实验制资讯的应用 在个人资料保护法上面的议题 这个议题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演奏呢 它其实啊 大家可能觉得实验制听起来 刚刚Vix帮我们从技术的层面来看 帮我们从漏洞的层面来看 大家都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偏技术的问题吧 但是其实在法律界 就这件事也吵得很凶 而且每一个机关 每一个人 都是法律专业的人士 他们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大概在今年6月的时候 有一篇法官的投书 那他现在已经不是法官 他投完这个书之后呢 因为他就是等于是吹哨者嘛 因为他跟检警调有不一样的意见 那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知道是有迫于什么压力 还是其实没有 但他就是从法官这边辞职 他就退下来当律师了 所以我们现在 要不然就是称他为张法官 因为张 他姓张嘛 不然称他为前法官或是张律师 那当时他这篇投书 就是引起轩然大破 这篇投书的那个标题叫做 我必须成为吹哨者 简讯实联制资讯遭利用 指挥中心请尽速的反应 那这个其实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有点像震撼蛋 因为他等于是在法 就是在司法体系里面工作 所以他可以接触到第一线的 就是检警调怎么去调查 怎么利用192这个里面的资讯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检警调想要调查犯罪 他其实会需要 譬如说要监听你的手机 监听你的电话 他其实需要透过法律 去申请一个监听票 那那个东西需要法官去核准的 所以每个检警调在申请的时候 会经过法官去盖章 确认他搜索或是监听的范围是OK的 是不会过度侵害人权的 然后还有检警调必须提供 相当的证据 譬如说我可能认为这里有个毒品案发生 或是觉得这里有一个诈骗机房发生 所以我要去监听他的电话 或者是搜索那个机房 那这个里面其实 法官的投诉是讲到搜索票 就是有人想 应该说检警票想要搜索 某一只手机里面的简讯内容 那其实搜索票跟检警票 他们其实都是一整包的 就是我想要搜索这只手机的简讯内容 还有通话位置IP位置等等的 它其实是可以一整包一起搜的 那这里面当然就会碰不到 譬如说我今天去搜查Vic手机的时候 它的简讯里面就会有很多封发送给1922的简讯 那里面会有场所代码 虽然就像刚刚讲 因为它是场所代码 所以你没有办法在第一个时间之内 就知道它去了哪一个全家 或是到了哪一家Seven 但是只要它有这个场所代码 它就可以接下去查说哪一家商店 是分配到哪一个特定的场所代码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 所以一切是从这个 这一个投书是一个震撼弹 然后接下来法界就开始吵成一团 NCC也发了文 因为那个电信公司嘛 五大电信业者是NCC管的 所以NCC也发了公文 然后司法院也发了公文 然后大家都开始吵 好 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没有非常多 而且不一定在场的各位都是学法律背景出身 所以我想要讲的其实只有几个很重要的一项 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几个 第一个是说 实联制资料拿来侦查犯罪 这件事情是合法的吗 因为指挥中心啊 针对实联制这个系统 在当初发布的时候 它有发布一个实联制资料的指引 使用的指引 那这个指引里面有讲说 我1922收紧这个实联制的这些资讯 其实我只想要作为疫调使用 我没有要作为其他的利用 那他还在指引中特别讲说 我是禁止目的外利用的 就禁止这个疫调目的以外的 所有的 不管你要侦查犯罪 还是你要收税 还是你要什么 就是其他都不能拿来用 但是检调单位 他是不是需要follow这个实验制指引 这个在法界是有不同的意见的 等一下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 如果各位实验制资料掉 其实这两天啊 虽然刚刚Vick说实验制这个议题 可能已经过气了 但是其实这两天都还有一些新闻 是在讨论说 是不是有实验制资料各自外写的问题 所以我昨天才分享给他一篇新闻 大家可以去查 就是官贸 大家就问说 官贸公司那边到底有没有 1922的这个资料库 那是不是有资料外写 因为还有人开始质疑说 因为开始扫实验制之后 我的广告好像变多了 我是不是一直接到什么信贷啊 车贷啊 房贷就是各种贷款的电话 是不是跟这个实验制的资料 外写出去有关 所以大家开始问这个问题 那有没有关不确定 但是当然有人否认 然后但是还是有人继续质疑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说 谁可以决定这些实验制资料 怎么被保护 有没有被好好保护 这件事我要找谁 谁是这个负责的机关 那当我发现我实验制资料 可能遭到不当使用的时候 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好 那在开始一切之前啊 就是先跟大家简介一下 就是法律啊 大家可以把法律 它就想象了 它没有很复杂 它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网 它是一个架构 一个网 那既然是一个网 而不是一个塑胶袋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漏洞的 那制定这些法律的时候 立法机关在想什么 它其实就在想说 每一个民众在使用这个实验制的时候 可能碰到什么问题 那实验制这件事情 并没有立法 可是个资法里面 当初在立个资法的时候 那它是在 穷劲地去讨论说 个资法到底用哪些原则 哪些规范 然后要规范哪些东西 譬如说保存的期限 要不要设定一定的期限 然后怎么去设定 那法律就会把它 化成一种模糊的文字 可以操作的文字 然后让它变成一张网 就可以开始用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 个资法里面说什么 很简单的讲一下 没有要跟大家上个资法的课程 首先是讲说什么个资 个资其实就是可以识别 直接会听接识别个人的资料 那所以会有一种情况下 就是譬如说只给你一只手机 那你拿那只手机 你并不知道这只手机是谁的 所以这个东西对你来说 就不是个人资料哦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 中华电信的工作人员 其实或者是 你是中华电信这个机关本身 我把手机交给 这个中华电信的时候 它就可以利用它的系统 去查到当初的申请书 甚至还会有双证件 然后有名字 还有你什么时候申请这只手机的 这些资料全部都会有 那这时候对这个机关来说 这个东西就是个资 所以我们国家在定义 什么叫个资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区别的 那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讲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之后我们要讲到 谁当责嘛 谁要为我的个人资料负责 所以我们就需要讲到 这个三角图 就是在这部反面 有三个重要的主体 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民众 就是我们叫做个资主体 另外一个个资收集机关 然后另外一个受委托 就是有另外一个机关 就是受委托收集处理 用个人资料的机关 那大家可以想象 假使我是店家 我是7-11 或是开个小杂货店 大家进来我这里要扫QR Code 或是我要来做实名制 或是实联制的时候 那我就是收集资料的那个主体 所以我是第二个个资收集的机关 那我自己可能本身 并没有这个资讯安建制的能力 所以我就会去委托一个 可能资讯服务系统商 请他帮我建制 那不管他是要使用Google表单 还是用各种方法 帮我建制这个实联制 或是实名制的系统 他就是我受委托的 他就是那个受委托的机关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在我们今天要讨论 这件事情里面 其实有这三个不同的主体 那最后话 有不同的法律行为 一个是收集处理利用 就是法律就规定这三种行为 针对这三种行为 有各种不同的规范 好 那在我们今天要讲实联制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各自法下的特定目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 就是实联制收集这些资讯 是要作为异调这个资讯使用 这个目的使用的嘛 所以这两个是 目的明确化原则 还有利用限制原则 这两个其实是国际的标准 就是放诸四海皆准 几乎每个国家各自法 都一定会讲到目的 就是你收集资讯的时候 不可以毫无目的的收集 一定要扣紧这个特定目的 譬如说我拿来做异调 异调是我的特定目的 那我拿去做别的东西 使用的时候 它就有可能会违法 但也有可能会合法 就是在一些例外情况下 它会是合法的 所以各自法第二十条啊 就是很明确的跟大家讲说 你在利用个人资料 你已经收集进来了嘛 那你在利用的时候 你要扣紧这个特定目的 那如果你有 一些特别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做目的外利用的 那接下来好 大家不要晕倒 这是一个自强 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塞进去 可是我想塞在同一个张同影片里面 大家可以觉得眼睛很滑 你可以闭起来 听我讲就好 我只跟大家讲几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十联制措施之以内 还是谁发布的 这是意料中心发布的 那它这个十联制措施之以内 里面会有很多内容嘛 它是一个文件 那里面会规范几个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收集前你要告知 那告知是什么 它这里面就有写 就是大家看到会晕倒的 这就是它写的 那你帮我看我画帮大家画重点的地方 就是收集的目的 它要讲得很清楚 我要作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的目的 那不得为目的外利用 那在个子法里面 是有讲说你要把收集目的讲得很清楚 没有错 可是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你不可以做目的外利用 因为个子法本身这二十条 就有讲说 你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做特地目的化意地利用嘛 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绿色这个地方啊 它其实是比较严格的 就是措施指引 本身是比个子法还要严格的 好 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第四 忘记画到重点 就是搜集 就是个人是要搜集出利用的期间啦 利用期间这个指引是讲说二十八天 那在个子法里面是说 就看你的业务需求啦 你的业务需求有需要留存个两年 那你就留存两年 但是你要讲得很清楚嘛 有一个合理的期间 那指引是讲得很明确 就是你就是为了疫调目的 就是二十八天 对 那这跟那个病毒的潜伏 其实有关嘛 它也不是乱定的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指引的内涵 这个很简单 包括它是说 资料安全维护医务 还有资讯安全风险评估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其实它举了一个例子啊 就是你纸本 给大家填个人资料的时候 你要用遮蔽的方式 像刚刚 如果大家回忆到 刚刚Vick提供给我们的图片里面 有一个 就是譬如说 全叉莲那样的商店 他们给你一个很大的表格 然后你就依序一个一个填写嘛 那时候你在填写的时候 就看到前一个人填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好像没有遮蔽啊 对 他就是跟你讲这件事 就是说你用纸本的时候 你要去遮蔽前面的人 那 如果你去像Seven Seven它其实就用一张一张纸 小纸片 那你填完后 你就交给柜台的人员 后面的人在拿一个小纸片来填 说他不会看到你的资讯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资料安全维护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用APP 那你就要去做一些 资料安全风险评估 然后打到资安防护的水准 但是讲得很简单 他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实际上要怎么做 你就会看大家的技术能力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28天保存期限 这件事情 还有删除的承诺 这个也是 各自法没有讲这件事情 但指引比较严格 那这就是重点了 所以各自法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 有很明确的法条 那接下来他跟指引 就是实联制措施 医疗中心发布的实联制措施指引 相冲 你不能说相冲突 就是有一些状况 大家可以刚好看下面的表格 就一些状况也是 违反指引的内容 但不违反各自法的时候 或者是你是违反指引内容 也违反各自法的时候 到底谁有带法则 好 这边就跟大家很快地讲说 其实实联制措施指引 只要用指引这两个字 它其实就是 我们在法律上叫做行政指导 所谓指导就是 我给你一些建议啦 劝劝你啦 拜托你这样做嘛 这样比较好 好 那个就是劝告 劝戒的性质 它是一个宣导 鼓励大家这样做 所以用指引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它后面没有 相关的legal basis 没有办法说 因为你违反指引我就罚你 所以大家可以去稍微找一下 有新闻 就是政府官员是讲说 如果违反指引的话 譬如说某商家收集了个人资料 可是没有在28天删除的话 那我会依照各自法罚他 对 他没有说我会依照指引罚他 因为指引没有罚则 而且指引本身的性质 就不是法律 它是一个建议 好 那所以 你在看到这下面 这帮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违反指引 但是不违反各自法的时候 不会罚 那你只要 不管有没有违反指引 你只要违反各自法 你就会受罚 受罚的法律基础是什么 是各自法 这就是当时那个Vick听完 就是傻眼 就是傻眼当场 然后跟我讲说 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就说 那我们来就是跟大家宣导一下 这件事情好了 那大家刚刚有 有稍微跟大家讲到就是 任何资料搜集都要有特定目的码 利用 然后扣紧这特定目的 那所以我们就会有 目的外利用这件事 这规定大概20条 那20条是讲说 目的外利用它是属于例外 所以它有一些条件 很严格的条件 譬如说法律要明文规定说 这个资料可以用在 法律要明文规定说 有其他的用途 或是你有一些公共利益 或是防免出别人的生命身体 健康自由这些危害 就是它是一个虽然看起来很虚 但是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最常见的情形就是 检警掉在查契犯罪的时候 或者是像税务机关 我要查税的时候 我当然就可以追 就是你的 譬如说一个不动产的税务 我当然可以去追说 你们的契约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再往下去追说 当时卖价钱是什么 那检警掉也是一样 查契犯罪的时候 它是依照嫌疾诉讼法 或是依照那些监听相关的法案 它可以去申请搜索票 监听票 这些都是额外的情况 所以查契犯罪就是 我们最常听见的 合法目的外利用的情形 但是还要再讲一件事情 那个法官的投书 其实激怒了检警掉的机关 为什么 因为 今天要觉得说 你为什么怪我 就是我明明就是依法 去申请这些资讯的 而且我也可以依法可以使用 那为什么你投一个书 好像是我在滥用个子一样 等一下我们就在讲 那种当者的机关 当者机关其实 严格来说不是检掉机关 检掉机关说我一切都合法办理 而且那检警票是你法官发的 你怎么可以怪我 他们就在吵这件事情啦 那跟大家就是讲一下 违法目的外利用 好 就是一个厌光森案例 这是2021年5月的时候 发生的 有一个女性的患者 她要眼科去就诊的时候 她就填写了实名字 因为当时嘛 5月那时候还没有 1922还没有那么蓬勃发展 所以当时她就填写了 这是实际的个资 那这个个资就遭到 那个诊所里面有个 男性厌光森 就在里面工作人员啦 然后她就事后联络 传简讯给这女生说 可不可以交个朋友 就是 我本来是为了医疗目的 所以交给你这个个资 可是你拿来跟我交朋友 然后她当然就不爽 然后所以这件事情 就会变成个个资滥用 然后这件事在 那验光师协会公会 就验光师协会那边 也会发一个声明稿 说它将是一个不当使用 然后它又违反个资法的情况 这其实就是个资滥用 那大家可以想象看 就是我们刚刚讲 等一下 我们刚刚讲就是 合法的目的外利用 跟违法的目的外利用 那简紧掉内容就是合法的 因为它有符合力外的条件 然后验光森就是违法的 OK 好 那回到我们正题就是 实验制指引跟个资法 指引怎么说这件事情 就是作为疫调之外的目的 这件事情指引怎么说 指引说 我们只可以拿来作为防疫 不可以作为目的外利用 但是个资法说 没关系你只要符合20条的 例外条件 你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这件事情 从个资法上来看 并没有违法 但是大家会觉得受骗 大家就觉得最shock的就是 不是说好 不做目的外利用吗 那为什么会有不一样的情况 那我们就假设其他案例 这些假设案例就是说 如果我违反了指引 可是我不违反个资法的情况下 我可能都是合法的 因为你没有办法罚我 好 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 当者这件事情好了 因为我剩的时间不是很多 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当者 刚刚有讲 就是我们有各自主体 各自收集机关 还有受委托处理 处理利用的机关 那在区别 就是你还有区别 收集处理利用的 不同的主体 这样子 那我这边特别 这一张投影片 只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 委托机关跟受委托机关之间 他们的关系是手足的延伸 这是法律的用语 就是法律用语 很喜欢讲一些 就是大家会发笑的话 就是 这边简单 白话来说 就是委托机关 受委托机关 譬如说电信公司 他去帮我收集个人资料 那 收集之后 他还帮我用 帮我管理 帮我用 那如果个资料掉了 我要找谁 是找那个五大电信公司吗 还是找那个委托机关 委托机关是疫调中心 我不要忘记 我这边写政府 因为我不敢写太明目当前 就是 它是疫调中心 好 那资料掉了 要 民众会找谁 不是去告那个 五大电信公司 是告这个医疗机关 这个先弄清楚 所以电信公司就是 医疗机关的 手足的衍生 他做的事情就等同 医疗中心做的事情 好 这个最重要就是 跟大家讲这个观念 然后接着就 稍微聊一下这个 个人资料的资料留 这个其实是 帮大家recore一下 因为刚刚其实Vic有介绍 但是它是用漂亮的图来显现 那我其实就是一个 不会画图的人 所以我就是使用表格 来帮大家类型画 A就是 我们现在比较常见 就是A跟C啦 就是中间那种Google表单 这个服务体工程 我们就暂且不提 那你就指本的话 就交给商家 所以商家本身 就是那个 收集资料的主体 那如果是1922的话 大家不要常使用1922嘛 那1922的情况下 是怎么样 它是 你的资料是直接到 电信 五大电信业者那边去 那 疫调中心在这边是 除非它要做疫调了啦 不然它不会碰到你的资讯 所以很简单是 就像我们刚刚讲 那三个图里面一样 那三角形的图里面一样 你的东西直接掉 直接到那个 五大电信业者那边去 那如果知道 资料掉了怎么办 或是被违法的 做目的外利用怎么办 那就去找疫调中心 好 那接下来讲一下 委托机关跟受委托者 他们其实有各自的 法律上的责任 那委托机关不能说 我把东西都交给 就是都委托 那个电信业者去 收集处理跟利用了 我就不管了 所以这边为什么它还是有责任 因为法律有跟他讲说 你需要付一个东西 叫监督义务 还有你要定期去查核 对方有没有按照 你要求的方式 就是电信业者有没有按照 疫调中心要求的方式 去使用这些资料 那受托者 电信业者当然就要负担契约义务 因为基本上我们会认为 委托机关跟受委托者之间是有 一个委托契约存在的 然后另外它就是有一些法尊 如果资料外泄的话需要通知委托机关 那最后就跟大家讲一下 资料外泄或事故发生的时候 谁应该负责任 好就是委托机关 那委托机关在这里是什么 是 资本的话就是店家 如果是1922的话 那就是政府 政府就是医疗中心 那他就是责任 他要受责任承担 那各自主体就是我们 我们如果发现自己资料真的掉 我要去告谁 我要去告委托机关 不是告那个受委托者 那受委托者他在管理上没有责任吗 有他有责任 那但他就负担的是一个契约的义务这样子 快速的来到结论 好大家都使用1922的本义体已经过期 应该不会啊 昨天还有新闻 大家还是可以关心一下 那热心工艺资源 就要避免陨石开发导致了大量漏洞 那还有就是刚刚跟大家讲 我这个部分就是想要讲说 可能会有一些使用在疫调之外的目的 这个部分大家必须要先知道 有点心理准备 我觉得大家会觉得shock 可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收到这个通知 从来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当投书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惊讶 那实验制执行 实际上没有法律效应 它就是一个建议 那你要不要顺手的建议 其实不一定 你不遵守也没有法则 但是会有一些名誉上的损害 大家会给你压力 好 那最后如果是侵害事故 各自外界的事故发生的时候 就可以像这个各自收集的主体 这个机关主张的权利 那这个机关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是政府这边 好 谢谢很快跟大家讲 非常谢谢 为我们带来这个 Vick Hwang还有UCC成员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对于实验制的一些问题的整理 这个问题其实 我们在这过去在填写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疑惑 其中像是这个APP 那个好像有些安全问题以外 然后还有就是 我记得那个便利商店 那个就是说 她那个女朋友 就是到各地去 去对那个代码 然后终于知道了 然后就跑遍了那一区的所有的代码 终于知道是哪一家 这个就是什么look up table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请说 我想要请教一下 像就是如果我们因为1922 就是做了这样子的实验制之后 但是就是原本你接收到 那种广告简讯的频率增加了 但是我没有具体的证明去 我没有办法具体的佐证说 确实是1922导致的 请问我想问Joy 就是有建议我们保留什么样的 我们能够做怎样的矩证 去证明说 我确实是因为1922的关系 导致我的所收集到的广告的简讯增加 疑似就是各自外泄的情况 有关于你最近接到广告的问题 首先你可能必须要确认 你的广告或者是其他的 不奇怪的简讯增加 是不是是因为你去双十一买了一堆 一堆商品 或者是你在防疫期间 在家期间 你因此注册了很多购物网站 或者是你的确是 在没有任何其他外力因素之下 因为仅使用了1922的系统 而导致你有所损害 那如果你可以有办法 有证据来确认说 并且你可以提出说 的确是因为 例如说我在什么时候 我没有做任何对外部的联系 我只有扫1922的情况下 而导致可以直接证明说 的确是1922 让我的个资外泄了 或者是因为我去使用1922 所以我的资料调到诈骗极端这边了 这时候你才能在法律上去证明说 去提出告诉说 的确是1922这个系统的问题 然后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 因为这个问题我昨天看到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你没有不会非常明确 对 那以前就是为什么告说个资外泄 或是你没有管理好我的个资这件事 为什么可以告成空 通常都是我接到照片电话 比如我接到搭片电话说 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很清楚这知道我在A商店买的 那不是A商店外泄 那到底是谁外泄 所以我一定去找A商店嘛 那A商店他可能是说 他的系统商 系统没建置好所以外泄 那是你们的事情 但是我一定是去找你这个A商店 这个时候可以很明确的可以讲说 就是为什么 因为我是接到搭片电话 那通常如果出事的时候 通常也不是你一个人出事 会很多个人就打电话到165去了 所以那时候就会立案 然后这群人就会一起起来告 所以当时 熊师这个案件 其实旅行社案件 当时就很明显嘛 那种是比较明确的 像你说的那个状况 真的是非常困难 因为就只是增加 你不会因为他 这样收到一个很明确的诈骗的电话 不好处理 我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你这样做 你去申请一支 特别的电话吗 就是你再去申请一支 然后就是填那一支 然后你帮我们注意说 那个你有没有接到那个杂伯电话 那你就可以告他 这样行不行 其实今年的Blackhead 有一篇隐私方面的研究 就是他做了一年的实验 他只申请了一个email 然后去某一个网站上注册 然后他来观察 到底有多少个电商 电商或是其他的 会对这个email去走 可是一个email只能对到一个电商 假如我今天要观察十个电商 我应该有十个email对不对 对或者是你也可以用 这一个email警对 就是你开头只注册十家商店 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 如果寄送过来的广告讯息 超过这十家商店 你就会知道 如果他在Privacy Policy上面 他并没有说他会把资料提供第三方 那就表示有一家是资料外卸 或者是如你所说的 你就注册十个email 要专门 要十个啊 对十个店家 对 要十个嘛 就我们以前那个gmail不是有一个加 后面加我们就 每一个电商我们就什么什么 就gmail有一个功能就加什么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就是他给unique你的email 然后就送那个email 然后你就看他寄的那个东西 是什么 你就知道是哪一家流出去的 现在我都用点 要点的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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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欢迎去做实验帮我们争取权益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问题 那没有吗 没有 请说 有点好奇说 那像那个防疫指挥中心给了这个保证说不会拿去用别的用途 可是实际上是有用到别的用途 然后但是他又没有法律上的效力的话 这样子指挥中心是不是会有法律的责任 我好奇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宣传很大 因为他们宣传很大 我理解 对 其实是会有的 其实就这样 对 没有错 其实会有 所以这边其实 因为刚刚时间很短 我没有把很多东西讲很详细的点 是在于 就是最近NCC在几月的时候有发布 因为电信公司它管的 所以当这件事情 就法官投出这件事情出来后 不是说投下一个震撼代码 大家开始讨论 NCC就说 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概念 因为1922的资料放在 就是一个系统 然后我去调你的简讯 然后你的点信里面有发给1922的这些简讯内容 这些是一个系统 他说这两个系统是不一样的 所以那个法官把它混为一谈了 那法官讲错了 可是其实 法官讲的没有错 因为就我自己在这边来看 当初这个医疗中心在做这个 在做磁联子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应该要做一个风险评估 这个应该是他漏估的风险 对 就是检紧掉可以去调说 A的通联记录 你把它全部通联记录全部调给我看 然后里面会有这些资讯 然后再用这个资讯再往下追 这件事情他没有评估到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自己在这件事情的理解上是这样 所以他可以讲说 没有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 因为人家是有法律基础 所以检紧掉为什么很申请 他就觉得说 我一切都以法来投作 那你为什么好像在投书里面讲 好像是我滥用的个资 个资其实根本就不是 检紧掉在管的 其实应该是 疫调机关 疫调中心 政府这边要去做的 那法官投书也很妙 里面他讲一件事情就是 你把政府整个框起来 看成一个很大的主体 全部东西就叫政府的话 政府等于自己说出来的事情 就是那个指引措施 自己说出来自己告知的内容 然后最后他的左手 他左手告知的这个内容 就是医疗中心告知的这个内容 他的右手 检紧掉机关又去这样子使用 他说以政府整体来看 政府是违法的 对 所以我们也会有 法界有这样的看法 但是我自己是觉得 不可以这样一包来看 是要分开不同的机关来看 那我会觉得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医疗中心 他有这个义务 他要去跟电信工具长说 你不可以提供出去 只要有关那个 就是你只要提供到简讯的内容 里面有192的部分 你就要屏蔽掉它 但是他这是要花很大的成本 所以大家又会接下来问说 那谁要负担这个成本 谁要负担就是电信工具 一个一个去把这支资料划掉 这成本谁要 对 就是接下来就是钱的问题 那对你说的没有错 其实这部分 医疗中心是有责任 他有责任要去管好它 好 还没有人有问题 我们时间有限 就最后一位 不好意思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所以说 我们的资料既然都混在一起 它没办法做区分的话 所以它并不会有28天 就清除掉的状况 它其实可能是一直都保留着 是这样子 那其实刚刚以简讯实言词来讲的话 因为你送出去的简讯 在电信公司的认为 你送到1922的简讯 跟你送到别人 例如说我送给我的朋友 那边的简讯 其实这个本质上是一样的 只是电话号码目的 就是那个destination 长得不一样 所以在讲 删除28天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并没有考虑到 他们当初可能是因为 为了要提供给一些年长者 可以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去送简讯实言词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 当你送简讯实言词的时候 你前面还有 你必须背着那个简讯的包袱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疫调 你有可能是因为掉通年记录 掉出简讯的时候 看到你的实言词送到1922的部分 所以在这方面 这就要看电信公司 会不会依照这个简讯实言词的指引 单就把1922相关内容的简讯 去做删除 但从检警调这个案例来看 就法官投诉这个案例来看 他其实是没有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再掌声鼓励谢谢Vic和Joy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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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